欢迎来到陈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与君初相识角色介绍 迪丽热巴携手任嘉伦上演人妖虐恋 与君初相识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玉交际》 由朱瑞斌指导迪丽热巴、任嘉伦、肖顺瑶、郭晓婷、 《海一天》、洪磊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主要讲述了玉妖谷中最厉害的玉妖师纪云和 与娇人广子常义的爱恨缠绵 历经千难万险终成眷属 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 目前还未官宣播出时间 下面就看一下主要角色的介绍 纪云和 饰演者迪丽热巴 纪云和是玉妖谷最强的玉妖师 驯服的妖不计其数 生性爱好自由 却被谷主控制 被迫听命 遇见常义之前 他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能偷到一些解药 摆脱玉妖谷的束缚 在与妖谷的地牢里 与常义相识 为了解救常义 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拼命地放走了他 常义 饰演者任嘉伦 饰演的常义是娇人族王子 容貌精致 性格直爽单纯 感情纯粹执着 性格令别人捉摸不透 为了救纪云和新甘情愿开尾 画尾尾腿 预示着他将从此回不去自己热爱的大海 永生永世之爱一人纪云和 为了保护纪云和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林浩青 饰演者肖顺瑶 饰演的林浩青为新一任训妖谷谷主 亦正亦邪的人 与纪云和为童年好友 也对他有着向往自由的勇气而非常敬佩 后复活纪云和让他远离这一切 顺德先机 饰演者郭小婷 饰演的顺德先机世人命如草芥 被常义偶然救下 却安将仇报反被其抓获 欲战为己有 后也为自己肿下的恶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黎叔 饰演者死杀 饰演的黎叔是只猫妖 是雪三月的妖狐 后为了救雪三月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清姬的自由 让清姬帮忙带走雪三月 后化作尘埃而消散 雪三月 饰演者范真 饰演的雪三月未训妖谷的训妖师 算是纪云和在这欲妖谷中为数不多的好友了 喜欢在即训服的猫妖黎叔 雪三月和黎叔的感情被人发现 从而被欲妖师关押起来 清姬 饰演者同类 饰演的清姬是一位至情至性 逍遥不羁的青鸾巨灵 被镇压在欲妖谷下的十方阵中 被黎叔用尽法力破了十方阵 喜欢训妖师宁若初 后为他复仇而死 洛锦桑 饰演者胡逸玄 饰演的洛锦桑 未计云和的灵符 也是纪云和在训妖谷最信任的朋友 一只以花转信的小蝴蝶 活泼开朗 一片赤城 用毕生灵力保护空明 空明 饰演者王子藤 饰演的空明是明散仙 先锋盗谷 与洛锦桑是欢喜冤家 林苍蓝 饰演者海一天 林苍蓝是林浩清的父亲 训妖谷谷主 控制欲非常强 一心想将亲生儿子培养成 狠辣无情的接班人 后却被儿子林浩清和纪云和联手杀死 与君初相识 只是小说《玉交际》的上部分 后面还有恰似不仁归 一粒热巴凭借古典的 面容和精湛的演技 大部分都是出演古装类型的作品 她也是收视率和质量的保障 任嘉伦虽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但近来一直勤勤恳恳地在影视圈努力着 这是两位俊男静女的首次合作 非常期待 与君初相识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玉交际》 由朱瑞斌指导 迪丽热巴、任嘉伦、肖顺瑶、郭晓婷、海逸天 同类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主要讲述了《玉妖谷》中最厉害的《玉妖师》 纪云和与娇人广子常义的《爱恨缠绵》 历经千难万险终成眷属 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 目前还未官宣播出时间 下面就看一下主要角色的介绍 纪云和 饰演者迪丽热巴 纪云和是《玉妖谷》最强的《玉妖师》 驯服得妖谷计其数 生性爱好自由 却被谷主控制 被迫听命 遇见常义之前 他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能偷到一些解药 摆脱《玉妖谷》的束缚 在《玉妖谷》的地牢里 与常义相识 为了解救常义 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拼命地放走了他 常义 饰演者任佳伦 饰演的常义是娇人族王子 容貌精致 性格直爽单纯 感情纯粹执着 性格令别人捉摸不透 为了救纪云和心甘情愿开尾 化尾尾腿 预示着他将从此回不去自己热爱的大海 永生永世之爱一人纪云和 为了保护纪云和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林浩清 饰演者肖顺瑶 饰演的林浩清为新一任训妖谷谷主 亦正亦邪的人 与季云和为童年好友 也对他有着向往自由的勇气而非常敬佩 后复活季云和让他远离这一切 顺德仙姬 饰演者郭小婷 饰演的顺德仙姬是人命如草芥 被常义偶然救下 却恩将仇报反被其抓获 欲战为己有 后也为自己种下的恶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黎叔 饰演者此杀 饰演的黎叔是只猫妖 是雪三月的妖狐 后为了救雪三月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青鸡的自由 让青鸡帮忙带走雪三月 后化作尘埃而消散 雪三月 饰演者范真 饰演的雪三月未迅妖谷的迅妖师 算是季云和在这玉妖谷中为数不多的好友了 喜欢在即驯服的猫妖黎叔 雪三月和黎叔的感情被人发现 从而被玉妖师关押起来 青鸡 饰演者童磊 饰演的青鸡是一位至情至性 逍遥不羁的青鸾巨灵 被镇压在玉妖谷下的十方阵中 被黎叔用尽法力破了十方阵 喜欢殉妖师凝若初 后为他复仇而死 洛锦桑 饰演者胡逸玄 饰演的洛锦桑 为季云和的灵狐 也是季云和在殉妖谷最信任的朋友 一只以花转信的小蝴蝶 活泼开朗 一片赤城 用毕生灵力保护空明 空明 饰演者王子腾 饰演的空明是明散仙 先锋盗骨 雨落锦桑是欢喜冤甲 林苍蓝 饰演者海一天 林苍蓝是林浩清的父亲 巡妖谷谷主 控制欲非常强 一心想将亲生儿子培养成很辣无情的接班人 后却被儿子林浩清和季云和联手杀死 与君初相识只是小说《玉交际》的上部分 后面还有恰似不仁归 迪丽热巴凭借古典的面容和精湛的演技 大部分都是出演古装类型的作品 她也是收视率和质量的保障 任加伦虽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但近来一直勤勤恳恳的在影视圈努力着 这是两位俊男竞女的首次合作 非常期待 请按赞 订阅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